据报道 受疫情影响 国民党原定24号绕行台立法机构的集会游行活动紧急取消 原本要出席的马英九24号在脸书发文表示 守护石鞍拒绝莱猪的决心毫不动摇 要让违反民意的莱猪民代在下次选举付出代价 马英九表示 蔡英文今年8月28号突然宣布 开放美国莱猪与扩大莱牛进口犯下了三大错误 他称 第一大错是蔡英文的决策 黑箱作业 艺人独裁 食品安全何等重要 不经过行政机构讨论就宣布 蔡英文说 开放莱猪是为了加速所谓台美双边贸易协议的签署 但鲜亮底牌 筹码尽失 索亚宝的特朗普又落选 拜登当选后 更宣布未来进行重大投资之前不会签新的贸易协议 蔡英文的如意算盘落空 台湾民众岂能因为蔡英文的误判而赔上自己的健康 马英九说 蔡英文的第二大错是双重标准 推卸责任 过去蔡英文曾强烈反对独来牛与独来猪进口 现在大权在握 说开放就开放 听不进人民的声音 罔顾大众的忧虑 马英九认为 蔡英文的第三大错是错估内外情势 他认为 目前全球197个国家有161个不适用莱剂 占总数的82% 台湾也有6成免疫反对莱剂 近7成民众不能接受以进口莱猪换取所谓台美经贸关系改善 但蔡英文仍然一意孤行 马英九说 蔡英文过去批评她的话 正贴切描述她三个半月来处理莱猪的混乱与失能 马英九表示 即使民进党民代以人数优势强度关山 也不代表台湾人民就要被民进党吃定 借由这次表决 民众可认清哪些民代是出卖人民健康的莱猪民代 下次选举对他们加倍奉还 此外 台湾民众党 新党 还有拔菜联盟等岛内团体 24号也到台立法机构外进行抗议 台北市议员潘怀宗和台新闻部门前主管钟秦等人 前来发放100碗安心猪肝汤 声援兰营民代 也希望大家记住这历史的一刻 来来来 天冷 大家喝一点 这个我们大概我们一开始预计的大概是100人份 但是刚刚又就是我们来了以后 要赶快请人 后面再来补 有民众大口喝猪肝汤表达诉求 也有民众情绪激动 一度推挤巨马 与警方发生冲突 政府如果要进口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政府有责任必须提出完整的安全评估报告 有民众情绪激动 有民众大口用 都对着迦港的土豆 不知道真是又贯了 没人打算 在家里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